剧中,林霜的爱慕者,除了青梅竹马的顾雪,还有江喜的弟弟江海 但剧中删了很多片段,看起来是江海对林霜一见钟情 看了原著才知道,江海喜欢上林霜,并没有那么简单 林霜也不是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原著中,江海是个青春年少,浑身萌发着少男冲动的小伙子 当林霜第一次去江喜家找她时,江海给她拿了杯水,低头的时候 将林霜裙子下那一截白嫩嫩的小腿看了又看 从此,林霜的样子,就不断在江海脑海里回放 有一天,已经达成合作的林霜和江喜,约好第二天去做SPA 结果左等右等也不见人 林霜就来到了江喜家找她,从江海处得知,她去了天津出差 恰好,魏明当天也去了天津出差 原来,魏明用给江喜的恩嘉义赔偿做条件 让江喜再陪她一次 江喜心不甘情不愿地答应后 整个路上都昏头昏脑,忘记跟林霜说了 这本来是一次告别之旅 但在不知情的林霜看来 则是江喜再次和魏明一起背叛了她 林霜羞愤不已,气得浑身发抖 但江海一点也没注意到林霜的异常 反而直盯着林霜露在外面的胳膊和小腿看 过了一会儿,林霜才注意到江海炽热的眼神 她心中放恨地想 既然江喜和魏明又背叛我 那我也不会放过你们 于是,林霜主动抱住了江海 两人在江喜的房子里疯狂起来 江海的表现让林霜惊喜极了 少年热烈的生命力 完全碾压魏明已经人到中年的疲软 两人折腾了一整天,足足四次 但离开江海回家后 林霜完全没把江海放在心上 对她而言,这不过是各取所需 除了对江海,原著中的林霜 也多次利用了顾许 剧中展现的,顾许是林霜的大学同学 两人是竞争关系,没有暧昧 而原著中,林霜和顾许暧昧了很长时间 甚至有一次,两人因为一个活动 同处仪式住了一晚 林霜心里既期待顾许做点什么,又担心 然而,顾许只是守了林霜一宿 第二天起来,林霜愤怒极了 觉得顾许对自己无意 于是转身投入了魏明的怀抱 八年后,顾许回国 得知林霜的窘境后 顾许直接让她加入了磐石的实验室 并且在林霜的安排下 通过江喜与魏明的公司展开合作 这些倒没啥 本来顾许也有意向和魏明的公司合作 只不过让江喜当中间人而已 林霜更过分的是 张口跟顾许要了花费千万研发的P3算法 而顾许也给了 她自己成立了个新公司 把磐石研发的P3算法 当作自己公司的技术 然后通过江喜 跟魏明的公司谈合作 想拿到魏明吃回扣的证据 但魏明早就意识到江喜和林霜的联系 没跟林霜的公司签约 转而跟另一个有类似技术的公司签了约 让林霜的P3算法价值大跌 当然 最后魏明还是获得了应有的惩罚 只不过原著的莫章 作者可能是着急收尾 写得很潦草 电视剧中为了让林霜的形象更加伪光正 删掉了她和江海的关系 导致江海对林霜的感情 看起来有些莫名其妙 但对于顾许帮助林霜的情节改编的较好 没有直接帮助 更多是依靠林霜自己的努力 来重回职场 希望电视剧在改编林霜将喜报复魏明的情节上 能写出心意 别像原著这样仓促结尾